我们继续来看基督论中的护教学 那么关于基督的生平里面 也常常有人问到一个问题 就是为什么圣经里面 没有记载耶稣12岁到30岁的这个事情 那么我有一次跟一个佛教徒在谈话 我发现他们佛教徒竟然有一种说法 他们说你看圣经里面没有记载耶稣12岁到30岁的事迹 为什么呢 他们说耶稣曾经到印度去学了这个佛法 所以呢回来以后就开始寻神迹 哇你看很厉害 他们竟然能够从这个角度里面去发展 那么有人就在问这个问题 为什么耶稣这个30岁之前的事迹 在圣经里面都没有什么记载呢 我想这个问题也不是什么难处 我们知道犹太人他们 这个立位人有一个规矩 立位人什么时候才能够开始出来侍奉呢 就是30岁以后才能够开始出来侍奉 请我们翻开民宿记第四章 民宿记第四章 这里提到立位人从什么时候开始就任呢 我们看这47节48节 从30岁直到50岁凡前来任职在会幕里做台务之功的 共有8850名 所以呢这个地方我们看见耶稣他来到这个世上 他身在律法之下 他完全的履行律法上的这些规条 所以他30岁到50岁 他30岁才出来开始侍奉 这个是我们看到 为什么在圣经里面都没有记载耶稣30岁之前 12岁到30岁的这个事情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也是一个很重要 常常有误解的一个 有关基督的一个神学名词 就是有关于基督的虚企 好 我们看菲利比书第二章 菲利比书第二章 第七节说 反道虚企 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 好 这个地方提到基督的虚企 基督的虚企 那么到底什么叫做虚企呢 虚企的意思就是 道空自己的意思 道空自己的意思 那么所以呢 这个当中就有一些的争论 有的人说 基督的虚企是什么呢 就是基督道空了他的神性 就是基督让他的神性失去 只有剩下人性 那么或者说是有一个不完全的神性 那么这个是错误的 那么从圣经里面来看 所谓基督的虚企 是指基督他放弃的不是他的神性 基督所放弃的不是他的神性 而是他的尊贵跟荣耀 我想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 基督的虚企 他道空自己 他并不是道空他的神性 而是他放弃 曾经跟父 共有的尊贵跟荣耀 我们看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五节 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五节 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你想荣耀 就是未有世界已先 我同你所有的荣耀 所以这个地方让我们看见 基督他的道空是放弃他原来与父 共有的尊贵跟荣耀 所以这个地方也就可以来解释 我们有提到说 这个有一个异端叫耶和华见证人会 他们很强调 把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八节 那个字放大 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八节说 父是比我大 那么他们就强调 这个父是赤神 父是赤神 那我想这个是一个错误的观念 所谓的父是比我大的 强调的就是基督他愿意降卑 成为一个顺服富的人 他不与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 他不仅仅抓住他那个尊贵跟荣耀 他愿意放弃他的 在天上的那个尊贵跟荣耀 这个叫做基督的虚己 所以我们刚刚读到的菲利比书第二章 那里面讲到说 这个反道虚己取了卢谱的形象 指的就是他一种降卑 而不是说他把他的神性给倒掉 他把他的神性给放弃掉 我们看两处经文 我们就看见其实基督是 一直拥有他的神性的 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二章 约翰福音第二章 这里提到耶稣怎么样呢 约翰福音第二章二十四节说 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他们 因为他知道万人 也用不着谁见证人怎样 因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 我们看见这里面提到耶稣 他仍然有一种无所不知的神性 他知道人心里面在想什么 所以你看见耶稣他虽然虚己 但是他只是放弃他的尊贵跟荣耀 他并没有放弃他的神性 我们再看第三章 约翰福音第三章十三节 这里说除了从天降下 仍旧在天的人子 没有人生过天 这里面就强调说 基督虽然从天降下 但是他仍然好像在天一样 他那个神性仍然没有改变 只是他在意识上 约束自己的神性 所以你看见耶稣 在克西玛利元的时候 当彼得把那个刀拔出来 砍掉那个马勒谷的耳朵的时候 耶稣说收刀入鞘吧 我难道不能差遣天使来救我吗 表示基督仍然拥有他那个尊贵的那个 他那个神性 他那个无所不能的那个神性 但是基督呢 所谓的虚己就是他愿意谦卑成为倚靠神的人 这个叫做虚己 这个叫做虚己 好 我们刚刚提到说基督知道万人的心 我们提到基督他是无所不知的 他虽然 道成肉身 但是他仍然有一个神性 就是他是无所不知的 那么就有人提出一个疑问 基督真的是无所不知的吗 那么有几处经文我们需要讨论一下 我们看一下马可福音第五章 马可福音第五章 好我们看见马可福音第五章里面 那个血肉的妇人来摸耶稣的时候 好那么有能力出去 那么耶稣就问说 好我们看见在这个马可福音第五章三十节 耶稣顿时心里觉得有力量 有能力从自己身上出去 就在众人中间转过来说 谁摸我的一场 好那么有很多人根据这个经文说 你看耶稣并不是无所不知的 他连谁摸他他也不知道 表示耶稣不是无所不知的 那么这个地方真的是这样子吗 那么我想我们这个地方可以解释成 耶稣其实是在 他知道只是他要问 他故意问 好让那一个血肉的妇人能够站出来 那么其实这段经文是很有意义的 其实耶稣要医治一个人 不只是医治他的身体 他包括要医治他心灵的创伤 包括医治他的关系 我们知道在当时啊 血肉的妇人是很被人排斥的 所以耶稣借着这个机会让他重新站出来 他得医治 然后重新让别人能够来接纳他 所以在这个地方 并不代表耶稣他不知道 谁摸他 耶稣知道万人的心 那么他这个 当中只是故意的 讲这句话 好让摸他一场的这个血肉的夫人 能够出来 好还有呢 还有一个地方 还有一个地方 也给我们一个感觉 好像耶稣不是无所不知的 来我们看一下 马太福音 马太福音24章36节 马太福音24章36节 这里讲到说 基督再来的日子 怎么样呢 那日子 但那日子 那时辰 没有人知道 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 子也不知道 唯独父知道 那么这里面 有人根据这个经文说 耶稣不是完全的神 因为他有 不是无所不知的 耶稣这里讲到说 耶稣降生的日子 只有父知道 子不知道 所以子是赐神 子没有完全的神性 那么关于这个经文 其实从切节经文 正好可以来证明基督的虚子 好我们说 其实这个地方 所谓的没有人知道 连子也不知道 只有父知道 其实他在强调的是 那一个日子 定那个日子的权柄在父 定那个日子的权柄在父 子必须顺服在父的决定底下 什么时候来 那个权柄是父 没有人能够来决定那一个日子 所以我们也不需要去猜测 那一个日子 我想在这个地方 他要强调的是这样的一个真理 好 所以这个是几处经文 让人觉得好像基督 不是具有完全神性的一个讨论 好 那么关于基督论中的护教学 我们最后要来看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有关于基督的复活 基督的复活 那么如果基督没有复活 对你的信仰会有什么样的这个影响吗 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那么基督的复活对于我们的信仰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么保罗说如果基督没有复活 我们就 的信就是枉然 我们的相信是枉然的 我每次在复活节 在教会里面讲道的时候 很喜欢一开始就问一个问题 我会问说 弟兄姊妹如果今天耶稣没有复活 你们还愿意相信他的举手 那么总是会有一两个信徒 要么就是糊里糊涂 要么就是打瞌睡 就很快举手 意思好像你看我很够意思 就算耶稣没有复活 我还是要相信他 后来有些他们发现奇怪 为什么都没有人举手 只有他们举手 那么其实呢 我们可以大胆的说 如果基督你没有复活 我们最多把你当一个伟人 我们不值得为你而活 基督如果没有复活 保罗说我们所信的 都是枉然的 那么基督的复活 实在是我们基督教最重要的一个注实 好我们来看一节经文 请翻开使徒行传十七章三十一节 使徒行传十七章三十一节 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 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 并且叫他从十里复活 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 这里提到说 父让子从十里复活 的目的是什么呢 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 这个地方很重要 所以基督的复活 是我们可以来信仰 这一位真神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凭据 或者这样说 其实因着有基督的复活 让基督教 不只是一种精神的寄托 而是真理 今天有很多时候 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 很多人说 宗教都很好 他是一种精神寄托 他可能是能发明出来的一种 心理调试的机制 但是呢 因着耶稣 真的从十里复活 让基督教 不再只是精神的寄托 而是真理 而是真理 所以基督的复活 对我们的信仰是非常的重要 他可以说是我们信仰 所有的真理的凭据 那么 我们要从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 这一章圣经呢 花了这么长的一章圣经 整章圣经在论基督的复活 所以其实这一章圣经 有很多的材料 可以来讲基督的复活 那么我们可以这样说 基督的复活 几乎是我们所有的信仰的凭据 我要从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里面 来看到 这一章圣经里面看到三个点 你看见我们的信仰有三个主要的部分 一个是得救 一个是得胜 一个是得荣 一个是得荣 得荣耀 可以说基督的复活 是我们得救的凭据 也是我们得胜的确据 也是我们得荣耀的一个确据 所以基督的复活是非常重要的 几乎他解答了所有人在问的问题 甚至基督的复活解决了人生的几个问题 你看我们今天人有几个问题 一个就是我怎么样可以上天堂的问题 我怎么样可以脱离苦难的问题 我怎么样可以胜过罪恶的问题 这三个问题所有的解答 也都在基督的复活上面 好首先第一个 我们来看基督的复活 是我们得救的确据 基督的复活是我们得救的确据 我们看格林多前书十五章 第十五节 我们先来看十四节 格林多前书十五章十四节 若基督没有复活 我们所传的便是往南 你们所信的也是往南 并且明显我们是为神妄作见证的 因我们见证神是叫基督复活的 若使人不复活 神也就没有叫基督复活了 这里告诉我们说 基督如果没有复活 我们所信的是往南的 基督的复活是我们得救的确据 为什么呢 因为基督的复活 才能够证明他是独一的真神 独一的真神 其实今天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 人最常问到的问题就是 这么多的宗教都宣称他在敬拜真神 其实今天很多时候我们遇到的就是这个问题 有很多人说是啊 我相信我也想要信宗教啊 我想要信有神 但是大家都说他是神 为什么我们一定要说你的是神呢 那么我们就都是神吧 那么我怎么确定哪一个才是真神呢 所以呢基督的复活证明这件事情 基督的复活证明这件事情 我们来看一下 罗马书第一章第四节 罗马书第一章第四节 这里说 按圣上的领说 因从十里复活 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 如果有人问我们说 所有的都说他是神 为什么你认为基督是神 很简单 因为基督的坟墓是空了 有一首歌说 那空坟墓就是我们得救的记号 今天你看到在全世界各地很多人 常常在迷信什么迎佛牙 或者是迎什么佛的色利子 所谓色利子证明他死掉了 佛牙也证明他这个死掉了 佛子佛祖的这个牙齿等等 所以呢今天基督之所以我们能够 证明他是真神 因为他从十里复活 因为他从十里复活 他的坟墓是空的 他的坟墓是空的 证明耶稣他不只是一个好人 一个伟人一个教主 而是独一的真神 独一的真神 这是为什么耶稣的复活 是我们得救的确据 一方面耶稣的复活能够证明 他是唯一的真神 还有呢为什么耶稣的复活 是我们得救的确据呢 因为耶稣基督的复活 才能够证明他是唯一的救主 唯一的救主 我们看见今天也是一样 很多人他们问一个问题说 所有的宗教都宣称他们可以让人得救 那么到底哪一条才是正路呢 这个佛教讲说你常念阿弥陀佛 你就可以得救 有的人讲 这个一贯道讲到说你只要 这个做哪些事情 你就可以得救 那么到底哪一个才是真的呢 那么圣经里面让我们看见 耶稣从十里复活 证明只有他能够救我们 只有他能够救我们 我们来看一下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十七节 这节经文很多人读的时候 读不大懂 觉得这节经文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们来看一下 第十七节 基督若没有复活 你们的信便是图然 你们仍在罪里 很多人读这节经文 读不大明白 就是说为什么说如果基督没有复活 我们的罪就不能得赦免呢 为什么基督如果没有复活 我们的罪就不能得赦免呢 因为耶稣不是帮我们钉在十字架上 我们的罪就赦免了吗 到底耶稣的复活 跟我们的罪得赦免有什么关系 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非常关键 所以为什么说耶稣的复活是非常重要的 为什么说耶稣如果没有复活 我们罪就不能得赦免呢 我们来思想一个问题 今天人为什么会死 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 罪的公价乃是死 所以今天人会死的原因 是因为犯罪的缘故 所以我常常讲说 其实每一张医院在开那个死亡证明书的时候 你看见我们每一个人死亡的时候 死亡证明书可能说这个人是死于胃癌 这个人是死于肝癌 其实我说其实每一个人的死亡证明书上面应该要写 这个人为什么会死 因为死于他的罪 因罪而死 那么包括那些 什么文天祥啊 史可法啊 岳飞啊 那些人好像很伟大 他们不是因为犯罪而死 哇他们是为国家而死 错了 其实他们为什么会死 也是因罪而死 因罪而死 只是他选择一个更美的方法死 所以其实每一个人的死亡证明书上面都要写 这个人是因罪而死 所以相反的来说 只要会被死亡捆绑的 这个人都一定有罪 所以连孔子也死了 他有罪的人 他自己认为人非圣贤 俗能无过 所以呢 今天 如果基督没有从死里复活 那么代表他也可以被死亡拘禁 那么就代表他是一个有罪的人 那么代表他是一个有罪的人 所以如果基督没有从死里复活 就证明他是一个有罪的人 那么一个有罪的人 他就没有办法替我们赎罪 所以感谢主 因着耶稣从死里复活 证明他是一个没有罪的人 所以呢 他就可以成为我们的救主 一个没有罪的耶稣基督才能够成为我们的救主 所以这节经文 为什么罗马书第四章二十五节 也有很多人读不大懂 其实我刚刚这样讲 你们就可以明白 罗马书第四章二十五节 为什么这样说 说耶稣被交给人 是为我们的过犯 复活是为教我们称义 我们了解十字架跟我们的罪有关系 但是复活为什么跟我们的罪会有关系 他说复活是为教我们称义 道理就在这个地方 因为如果耶稣没有复活 就证明他是一个有罪的人 所以呢如果耶稣没有复活 我们就扔在罪中 感谢主因着耶稣从死里复活 可以证明耶稣是那一位唯一的救主 只有没有罪的耶稣 他才有资格能够救我们脱离罪恶 脱离罪恶 这个是第一个原因 为什么耶稣他的复活是这么重要 因为耶稣的复活是我们得救的确据 因着耶稣的复活证明他是那唯一的真神 甚至也证明他是那唯一的救主 他才能够拯救我们 唯有耶稣是道路真理生命 这是第一个原因 那么我想我们这个单元的时间到了 我们到下一个单元 我们继续来看耶稣的复活 为什么是我们信仰这么重要的一个凭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